你有没有发现 Windows桌面上那些图标 左下角有个小箭头 看着是不是有点乱 也有点丑对吧 其实这个箭头是代表快捷方式 但很多人都不喜欢 特别是强迫症患者 今天我就教你用软件 一分钟就能够去掉它 我们今天要使用的软件 是Dism++这款软件 软件的下载地址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介绍区里面 大家自行下载 下载好之后是一个压缩包 首先我们解压一下 好的 解压之后 我们打开文件夹 里面有三个版本 我们选择X86这个版本 双击运行它 然后我们点击接受 我们在系统优化 点Explorer里面 打开 然后把隐藏快捷方式小箭头 这个开关给它打开 然后它提示说重启 资源管理器 我们点确定 这个时候资源管理器会重启 然后我们回到桌面会发现 这个快捷图标的小箭头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清爽 非常的干净呢 那么如何恢复这个小箭头呢 同样的道理 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软件里面 我们把隐藏快捷方式小箭头这个开关给它关上 然后点确定重启资源管理器 重启完了 我们再次回到桌面 就会看到这个小箭头又出现了 那么通过这个软件呢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当然网上也有教程是直接通过编辑注册表 来去除快捷方式 左下角的小箭头 但是通过我的测试 直接编辑注册表 有时会出现错误 就是在我们图标的左下侧 会有一个黑色的区域 非常的难看 因此我还是建议大家使用这个软件 像这种小技巧看似简单 但真的能够让你的桌面更加的清爽 看着舒服多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简单实用的电脑小技巧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更新更多电脑小妙招和实用软件 我是风哥 我们下期再见